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三月二号台事1800全球现场 我是谢安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社会的焦点 台中市北达区军公路跟景仙路口发生了不幸的死亡车祸 一辆小货车跟一辆休旅车当时在停等红灯 结果遭到后方一辆轿车追撞 轿车副驾驶坐上60岁的灵性妇人 当场没有生命争相 松一抢救宣告不治 而货车和休旅车轿车驾驶分别受到轻重伤 警方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 怀疑肇驶驶驶当时为了超车还逆向行驶才会酿车意外 监视器画面拍下蓝色小货车来到路口 后方休旅车紧跟在后 两部车辆依序等停红灯 没有想到这时后方一辆小轿车 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冲了过来 追撞前方的小货车和休旅车 巨大的撞击力瞬间车辆零件四散 遭撞的货车驾驶头部受到撞击 幸好意识清楚痛得蹲坐在路边等待救护车 遭撞的休旅车车头车尾严重回损 安全气囊炸开可想见撞击力道之大 幸好驾驶只有受到轻伤 不过轿车上副驾驶座60岁的灵性女子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一个小时仍回天法术 究竟这起意外怎么发生的 循着行进路线时间往前到 监视器拍下轿车驾驶 疑似为了超车曾逆向行驶 疑似就是闪车进来 然后可能碰到了停等红灯的休旅车 然后休旅车才又碰到前方 一起停等的自小货车 是否是因为轿车超车不胜量货 导致这起一死三伤的车祸意外 轿车联系驾驶目前还未脱离险境 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中 而至于详细的车祸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接下来王胜炫台中报道